国军恢复一年其义无义首提义南 例行八周新训 两阶段专长训跟联合演训 目前进入后半段的基地战力监测 而义南在陆军南区测考中心 实施了红军火箭弹实弹射击 要验证反装甲武器射击的成效 不过射击时出现了不发火的情况 现场也立即按照准则处置 进入阵地发现目标 开启光学瞄准净迅速扣下板击 成功进入目标区 国军恢复一年其义无义 义其最后阶段的基地战力监测 实施红准反装甲火箭弹射击训练 结合防卫作战想定状况 要让义南具备地面防卫作战能力 而红准火箭弹这种小巧的 单兵监设型武器系统 具备城镇作战便于攜带的特点 有利于单兵在行进间 城镇间的战术运用 秉持着教官与干部给我的教育 以及提醒 让我可以放下心中紧张的情绪 然后来完成此次实弹射击的任务 就是当作平常在训练 然后其实没有说到很重 只是在射击的时候 出现不发火的情况 但现场立即依照选择处置 按照射击的规范的要求 他在近视60秒之后 要实施第二次的射击 如果能安慰不发火 那就是弹药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不发火的弹药 会后面交由 这个卫包弹处理小组去做处置 跟前一代的66火箭弹相比 国造红纯火箭弹射程 威力大幅升级 弹头分两种 反装甲火箭弹 有效射程400公尺以上 穿甲能力35公分 弓箭型火箭弹 有效射程约150公尺以上 可对砖墙 钢筋混凝土墙 造成70到90公分的破坏直径 明年陆军将投入2.4亿 采购红准练习火箭弹 搭配射击模拟器 扩大射击讯能 红准火箭弹的射击操演 让义务义男 手忍他们的武器操作 同时提升不对称 作战能力 强化实战化的训练目标 以上是记者消费黄才 我们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百分之兰